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来到了第21天 而乌克兰的军队要保卫家园 他们强力的反击 现在最新战况要来看到 有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突袭 俄军的死伤惨重 号称卢干斯克地区 还成为了俄罗斯占领者的坟墓 而俄罗斯也没有这么容易亲眼的放弃 所以现在他们派出的是非常精锐的 格鲁乌特战部队 前进到了乌克兰的城市马利波 结果想不到竟然遭到了袭击 当地媒体也公布了这张最新的照片 一名俄军的少将战士杀场 格鲁乌特种部队擅长是突袭敌军之后 他是在世界上排名前10名的战队 而根据了乌克兰的网络公布了最新的画面 他们跟7辆装甲车在马利波一栋建筑物前 遭到了地面部队的袭击 又有记者在前往了乌克兰第一线采访时 遭到了俄军的袭击丧命 美国福斯新闻台55岁很资深的上影记者 跟一名24岁的乌克兰女记者 两个人在前往了新闻现场时 坐车遭到了俄军的炮击 当场伤众不治 而自从这场战争以来 目前已经有三名新闻从业人员 在战场当中丧命 还有30多个人受伤 乌俄战争也成为了我国的借禁 为了要守护台海安全 国防部近年以来除了扩大飞弹的部署 在全台湾也至少配置了有数千枚 各式各样的防空 还有反舰飞弹 而其中这个最引发了外界关注 是中科院正在研发的 AI火红雀自杀无人机 熟度也曝光了 要来看到这种红火雀无人机 它最快的飞行时速超过了有60公里 能够透过AI的辨识系统 将摄影的目标进行到了影像分析之后 在战场上头可以增加了准确的攻击性 新陪式这名女子晚上骑机车回家时 包包不小心就掉了 而且包包的拉链也没有拉 结果里面有这一名女子的创业基金 当时透过了这段监视器画面 多达了51万的现金在马路中间飞散 而当下幸好有十多名的热心民众帮忙 还找到了这一名女子的电话联系 把现金送交了派出所 警方也协助了这一名女子来清点现金 几乎还都有找回来 女子非常感谢民众跟警方的帮忙 青龙市今天清晨大停电 包括了安乐区中正区一带无预计的断电 台电人员紧急到现场发现 原来有两条溃线跳脱 时间大约15秒左右 导致了将近有8000户的人家停电 台电人员也在现场附近发现了 被电到焦黑的松鼠 初步判定一次是因为松鼠误触 才会导致停电 读将要来看到台北这一名女子控诉 把一共要价大约22万元的香奈儿包包 还有Dior的包包送到了专业的洗包店 想不到拿回来竟然发现 香奈儿的包包被染黑 Dior的包包更遇水变形 但对此店家拿出了清洗钱的照片 反驳说这包矿本来就有脏污跟变形了 他们是针对了顾客的要求 做适当的清洁跟淡化 而且事后不收费 还协助整瓶 但是投诉人不接受 不排除要提出民事求场 一名驾驶开在了彰化的花坛 看到了前方的车辆 雨刷的水花往后喷溅到了挡风玻璃 气得加速超车再喷雨刷水来反击 而最后对方停等红灯时 也气得拿手机来朝驾驶的车辆拍照 现在的画面曝光了 引发了网友们议论纷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周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用视讯的方式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非常沉痛地表示 如果今天换作是加拿大 每一天遭到了俄罗斯的围城轰炸 就能够体会乌克兰人的感受 同时他也呼吁了加拿大要支持 在乌克兰上空设立了禁航区 并且提供更多援助 大陆的老潭酸菜泡面 是知名大厂康师傅跟统一的热销产品 遭到了央视踢爆 酸菜包的制作柜程很不够卫生 因为工人用脚踩 甚至把烟蒂丢进了酸菜里 屏东一名男子跟朋友喝酒之后 想不到爆发了冲突 结果这名男子被朋友持刀刺伤 即非常惊险的警匪对峙是桃园市警方破获 涉嫌改造枪械兵工厂还有贩卖枪支 当场呢查扣了有两把的手枪还有一把改造枪 而警方的深夜跟嫌犯对峙 外界也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这么的难攻 乌克兰的将军要告诉你 他列出了以下这三大原因 就要来看到了虽然基辅的战地非常大不好防守 不过呢基辅是被所谓的涅薄和伊芬为二 另外呢也加上了支流非常的多 导致了乌克兰的守军 可以沿着所谓的桥梁还有河流的构筑 来进行防御的攻势 不过呢尽管俄罗斯军队呢 现在不断不断的轰炸 也已经至少呢导致了有四个人 在基辅这边呢又身亡了 所以目前呢基辅将要迟失的是 宵禁35个小时 好 界面上呢是就在现在 由24hoursfuel所提供 目前在波兰最新的即时影像 这一次战争当中呢 波兰是位在了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边境 随着战事持续的进行 很多的难民发动了抗议 怀疑俄军的补给呢 会沿着波兰跟白俄罗斯的边境来进入 对此波兰的政府呢宣布要封闭边界 很多的卡车货车塞在了车上 绵延了好几公里 他们陷入了无止境的等待 俄乌战争已经21天了 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利沃夫 当地的教堂举行了战事将领的葬礼 可以看到呢 有小妹妹拿着绒猫玩偶来送别亲人 长面令人鼻酸 俄罗斯自己的民众都反对战争 这个画面让大家印象深刻 是一名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编辑 手持的反战的标语闯进了新闻直播 被逮捕之后呢 他被询问了长达四四个小时 被罚款了三万元的卢布 恐怕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 好 镜面上呢是来自目前在捷克的最新画面 而俄乌降火之际呢 捷克等三个国家的总理 也已经抵达了乌克兰 紧接着他们要跟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来会面 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呢 遭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联手的抵制 欧洲理事会呢史上首度 以216票同意 0票反对 将俄罗斯要开除会员的资格 好 如今呢 俄罗斯的军队也立功港口城市马力波 坦克车呢近距离的竟然炮轰了民众 而基辅附近的公路呢 有乌克兰驾驶发现了 他于是跟前方俄军坦克还有军人 赶紧的回转 甚至呢下车举手投降 想不到呢近年还是惨遭射杀倒地 好 为了要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三个国家包括了波兰 捷克跟斯洛维尼亚的总理 不怕战火造访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他们将跟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来进行会面 表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泽伦斯基也表示了 有这么样的朋友 相信乌克兰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而根据了乌克兰的官员研判 这场战争呢 渴望在五月初就能够结束 双方将会签署和平协议 好 我们的独家报导要告诉您 假设上个班却感觉被同仁监视的话 该怎么办呢 新竹县警局的法治科 有一名黄姓的园警被人指控 说他在办公室里头呢 会不断拿着手机录影 要来搜证同仁的工作情况 甚至呢还针对了有特定的对象 会记录对方的上班跟下班时间 还有进出入的时间 造成呢 跟他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仁们 都感觉到蛮困扰的 有人就认为了 上班感觉还被监控 真的是蛮不舒服的 针对了这么样的情形 黄姓远警的所属单位 也将要厘清陈楚 俄罗斯足球国家队的队长 契乌巴是俄罗斯家喻户脚的运动明星 最近他却拒绝了国家队的征招 教练转述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亲戚 都在乌克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 心情很复杂 才决定不代表国家参赛 而至于乌克兰则有大咖的足球明星 宣布要投入战场 一年看的最新讯息 是桃花心目正值落叶季 本来很浪漫 不过接下来的地点 在嘉义市的世贤路 分隔岛 桃花心目的落叶太多了 导致很多歧视 疑似就是因为地上的落叶太多 打花自衰 俄乌开战以来 我们看到了乌克兰民众捍卫家园的决心 美国媒体CNN记者 停进了两座城市 分别是南部的大城 尼古拉耶夫 还有中西部的城市文尼查 他们要来见证乌克兰的自愿军 把轮胎还有沙带等等 能够所有阻挡俄军的东西 都通通拿来当作路障 当然也包括了自制的汽油弹 战情快报 斯洛伐克国会同意 北约派遣2100名士兵 部署在乌克兰的边境 透过了派遣部队 保护北约东侧成员国 钻型的外电报道也提供给您 而如今为了要躲避空袭 乌克兰的地铁站也变成了防空洞 现在还有位在了地下室的咖啡厅 这老板也很大方的开放了空间 让陌生人来避难 原来这家店是浣熊咖啡厅 老板还伤脑间的说 房客变少了 让浣熊的活动力变低 幸好饲料充足 新内容 新风貌 新呈现 我是韩沛颖 中午12点 尽情锁定东森武安新闻